龙胸也好 龙鼻也好 一般情况下都是选用填充物放入人体内 而一些劣质填充物危害患者健康的事情也是有发生 不过最近南京的一位吴女士进行了自体龙胸手术 就是把身上的脂肪移植到胸部 既减了肥又隆了胸 可谓是一举两个 吴女士今年43岁身高1米62 不过体重达到160多斤 吴女士告诉记者 生孩子以前还是128斤 可坐完月子 这体重就一路猛涨 吴女士体重日渐增加 可胸部却没半点变化 重量都积攒在了肚子上 又想瘦身又想龙胸 吴女士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能否将肚子上的脂肪移植到胸部呢 我是自我理解的 是用自己身上的东西填充自己 肯定是最安全的 我觉得在外面的激度反正是不安全的 对于这样的设想 医生们也犯了难 过去还真没尝试过 仔细查阅大量的国外资料后 医生们认为可行 就在今天上午 为吴女士进行脂肪搬家术 那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九点半周呢 刚刚吴女士也是被医生推进了我身后的这个手术间 那待会儿呢医生也会按照他先前的设想 将这个吴女士腹部的脂肪来个搬家 进行一次废物利用 将这个多余的脂肪呢 待会儿会直接填充在他的胸部和额头部位 我们这个脂肪呢 称之为就是活体的自体脂肪的一个成果 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活细胞 那么把它其实取出来以后呢 我们要保持它的一个活性 那么注射到体内 因为它能够在体内呢 重新建立血液循环以后呢 就是达到一个形成 咱们体内一个新的自身的组织的一个效果 中午1点 这个让脂肪搬家的手术顺利完成 医生介绍 所谓抽脂只能抽取体表范围内的皮下脂肪 对于腹腔内的脂肪 一点都不能抽 抽脂的量也不得超过5000毫升 否则风险将成倍增加 原则上 医生不建议采取抽脂的办法 来减肥或是自体龙胸